喂喂 荷里活有间大酒店 有三个琵琶学踢球 学踢球 你又踢 它又踢 出自就踢了落河 你想收拾个球 我帮你收拾个球 我飘落去水 双手揽住个球 放上去水面 它捉住个球 它个心想说接着 怎会叉错脚落河 我望够它命 怕它又摘死我 找多两个肥婆 合力去拖 幸好又够醒了 你们玩得拖 玩得拖 应该要小心拖 喂 肥婆呀 你没什么呀 没什么呀 哎呀 那个小孩是犯鬼呀 在这儿会拖懵呀 是什么呀 不用死呀 是啊 我讨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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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讨论我 哎呀 你不救人 我都知道又不救他了 所以我广东人的俗语说得好 好心撞雷劈 一点都没错 就是好像那个肥婆那样 踢球在河边踢 点落河 是我救他上来 我都不再说了 救人一命就剩了七级浮河 救他上来还说我非礼他 你知道了 游水救人 拔一下 撞一下肯定有的了嘛 他咫咫阿捉 他震摸阿梳 他震摸阿梳 居然疼阿哥 都只为执个球 幸好我读 我诗书 不宜发火 抱着河 又再兜脚踢他下河 荷里活 你间排酒店 有个肥婆 为了学踢球 差点命没了 你们玩尼波 玩尼波 应该要小心过